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最新动态 随着问天实验舱对接天河核心舱 中国空间站舱外机械臂也在最近开展了载轨测试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 正在为后续的出舱任务进行准备 日前 安装在问天实验舱舱外的小机械臂 在地面人员的支持下 顺利完成了载轨测试 小机械臂首先脱离机座 进行舱臂爬行测试 它对接了舱臂其他小机械臂适配器 完成了靶向标定测试 这是小机械臂的关节一的运动场景 通过关节 小机械臂可以实现类似人类手臂的运动能力 相比大机械臂末端定位精度更高 位置精度优于大臂的五倍 姿态精度优于大臂的两倍 未来 小机械臂还可以与大机械臂形成组合机械臂 满足去往不同位置进行精细作业的需求 这是小机械臂关节二的测试场景 目前 小机械臂已完成各项测试 状态良好 将肩负起独立完成舱外载荷的安装更换等照料操作的重任